你发现发来夫妻就这些综艺 就这些人 对 那天咱们在群里边还研究 就是我们撒那个群 就说几乎把所有类型的综艺都录过了 就如果我撒所有的综艺放一起的话 你说是彭宗 对吧 音宗 演员的 真人秀 竞技的 做饭的 旅行的 对 我之前在那个陶瓦屋 有一个岛上 他那洗澡房 就我这么高 那洗澡房隔板就到这 就是我是 上面是露的 完了我就看远处全都是摄像大哥 我 就是我反复去你们能看着我 这么看着我不 你应该看不着吧 对我就怕 我贴这个板 这板比如在这 他可能看不着 稍微远点呢 也看不着吧 近大远小了吗 不是这样 你这样看不就看见了吗 你看我这个 但他机位在这高处啊 他不知道啊 我老妹安全感了 这早上给我洗的 那你那洗的时候还注意眉感吗 没有 表情啥的 像出水不容易啊 我老小心了 挺有意思 快来吧孙姐 躺着马上进组了 爬狗啊 大生艺人 大生艺人 叫大生艺人 年代系 年代系 跟谁啊 陈晓朱大文 你跟毛老师没见过是吧 没有 第一次见过 现在是要干啥 我老邪了大爷这 都行 想干啥干啥 这个 我知道这个 最近有点想不清楚的事情 他们说明强就能想清楚 这是不是真的容易睡着啊 对 可以啊 在你周围环绕的 说跟你里边的那个什么 脏气有共振 你怎么必的 你得让它震 你得让它震动 你这嗚嗚嗚 还有好几种声呢 嗯 蛮大的给我玩一会儿 这大的声我估计挺沉的 你要这个圈吗 这样不用拿在手中吗 这圈也行 这圈感觉就 我这小圈里 其实它的圈的本质上 就是让它有个空隙 不拔手是不是 不是有个空隙 不行 我这不行 我得有圈 是得有圈吗 其实不用 它就很容易没省 不 就是你别捏死 你别捂住 你把它放那儿 这个铁 就是你得让它 你看你的手 能感受到它在这儿吧 我看之前有时候午睡 就在B站上找一个视频 是一个外国人摆着一圈全是 它一会儿敲这个 一会儿敲那个 好像蜡烛啥的 对对对 就不同的高低的那种 睡眠 你们睡眠好吗 我晚上 我是这样 我晚上睡眠不行 白天睡眠好 我也是 我白天能睡着晚上不行 我白天不行 我就晚上睡得可香了 可快了睡 我晚上我要做噩梦 是吗 咱们说把枕头底下放一个简子 简子 东北人都亮 东北人都放简子 放个简子 就做噩梦 我昨晚做噩梦 都会老有结构了 我梦见我们一堆人被抓起来 做人体实验 然后我们做人体实验 完一个一个死 每个人的死法还不一样 然后我就开始跑 我就开始跑 我有两个朋友舍命救我 因为我死了之后是轮到他俩 完他俩就救我 把那大boss给拦住 完让我跑 我就往处跑 跑大街上 然后来了一辆那种 都是雇佣兵的车 我就上去了 然后 我到那我就发现这辆 这些雇佣兵 是那个大boss的 你这梦挺长的 你从几点九点钟开始 不是 不是 是他顾得要去解决 就是其他人的 就是我从那个贼馆逃出来 上了一个贼车 我也梦过这种 就阴谋梦 那老害怕了 你们小时候做过一个噩梦 就是总做吗 总做 我也是我小时候有一个噩梦也是 就是我跟我妈去买肉好像 然后就进了一家肉卖肉的店 就那个是正常那种熟食店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这个耳朵 然后他就啪丢了一把刀 说你要耳朵自己拿吧 就是可吓人了 是挺吓人 是不是很吓人 真的 我就怕那种有人追的 追可累了 梦里又跑不快 咋跑也跑不动 就黑感觉 你的地方黑吗 就是感觉迈不开腿 就感觉迈不开腿 倒不黑 我每次被追的地方都感觉特黑 你不做个梦啊 做 但是基本上有的都忘了现在 咱天天也不会 烙烙烙睡着了吧 看谁能先睡 你正好也白天能睡 我能睡 我说睡就睡 我也睡眠不错 我刚才还想说冥想这事 我发现人呢 一旦到了就是某个人生阶段 你就会 开始干一些以前 从来没想过事 不大的事 就冥想 当年我们路透二五第一季的时候 齐哥 杰哥他们 就说要冥想嘛 他们几个说三明天 三十大白天冥想 现在自己变冥上了 短短的三年 你看看 你看人就会变 短短三年时间 自己主动就冥上了 人家当时要一样冥想 我们还 笑过人家 不屑 也不是不屑 大好时光 谁明显 大白天 明啥想 明明 刚才想的不挺好的吗 会想睡着 对啊 人和人差距没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就是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时间和年龄 真的 到一个年龄就干啥事 这个是真是老话就得吃 真的 你就会在某个年长的时候 开始发现像 之前我们不理解的那些大人 开始喝热水了 泡脚 我都我也开始泡脚 买的这什么温蛋汤 我都埋好一个了 开始泡脚 开始喝热水 开始喝茶 喝茶我还没有开始 我还靠喝点茶 完了又开始冥想了 冥想 开始关注一些中医上的那些东西 《黄帝内经》 你现在都研究这个了 刚才看那个推送啥的 都是《黄帝内经》里面说 我那天看一个特别逗 说人不能总喝酒 说《黄帝内经》里面写的 喝多了 他不是伤胃 不是伤品 他伤心 我感觉 这玩意儿它像个鸡汤文学 对 人家说的就是伤心 对 不是说那个伤心 真的伤心 是吗 然后就听着很像那个 伤心 就是酒 就是很有道理 古人说的就是很有道理 《黄帝内经》它写 说酒不能喝多 喝多了不伤脾 不伤胃 他最伤的是心 让你伤心呀 他是从中医角度说的 就感觉好像说我心盘里了 对 他就伤心 他是从中医角度说的吗 是从中医角度说的 他就是喝多了酒 就会伤心 他中医的心和西医都不一样 对 他不会让你真的伤心 他不是让你伤心 他让你伤心 但我之前听说喝一次大酒 就相当于得了一次肝眼什么的 他这个就是西医可能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中西还不一样 哎呦对 我前眼前听那个 也是听那个 眼前讲 说身体 人为什么会死 就是你的器官老化或者生病 都是因为炎症 那什么东西 会让你身体不断产生炎症 就酒就会让它 对 对 酒会让你身体产生炎症 炎症可无聊 它就逐渐累积 就是要吃一些姜黄素 反正就是说 人死都是因为炎症的问题 活活 活活 是吗 不让说炎症 要说活活 活活 炎症是不行 对好像直播间是不行 播播间是不行 对 哎呦假 你像你皮脂的一些泯泯 哈哈 快快快快给孙姐聊点 能搁的吧 有点穿大吧 能搁的 平时出门穿的衣服是精心设计吗 你还像吗 哈哈 哈哈 那不就是 偶尔有一天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就会呀 我哪天都很容易 我也很有可能穿的那一身 然后在进门前照了两下 然后我就脱了换睡衣了 就是为了那一刻的开心 嗯 我认为有女生朋友 她就是今天画了一个妆 把所有人都见了 她就不能轻易回家 对 是吗 不能轻易回家 我今天好不容易化了一个妆 我得去好多地方 见好多人 拍好多照片我再回 我今天化妆妆 我如果这件事完事了 我马上就写 我觉得好损伤皮肤 是 对 因为咱平时上妆太多了 就去拍戏啊 天天就化妆 对 所以一到休息日你就觉得 我痒痒我这脸吧 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爱打扮 没事化妆 现在我家也没有 我家里都没方便 因为现在你老打扮 我老 工作就会打扮 而且我是觉得 就是我那些不化妆的样子 人尽皆知 不是说才是我 大家都见过 所以我就干脆算了 你不像说我永远出门都是那样 就美的 然后大家也不知道你素颜啥样 就我这种素颜就是 满世界流传嘛 我说那就算了 而且你们都是随时可以出门的状态 随时可以出门 就是我出门只需要五分钟 对 我出门贼简单 我就穿一下衣服就走了 对啊 随时可以出门 我们老 你原来那是住一起的正常半夜 说咱们去天安门呢 看生喜啊 不是 到天安门也不让靠近了 反正去了一趟 就是想 就是完成这个 想折腾一下 想折腾一下 对想折腾一下 什么突然突然前 坐公交车去天安门 什么就看一下沿途的风景 其实让车上去去 对 这种很可怕呀 忽然那个想把提议 不是 但你如果你俩都喜欢这样 不就 而且很开心啊 这个过程会非常开心 一拍即可 超高兴 嗯 这种人本身少吧 我那朋友是 就是别管几点 而且他还爱提议 对 上学的时候 对我也爱提议 上学的时候 行程床半夜11点多 说去看12点半的电影吗 我说那走吧 然后你要是半夜找他 完了他也就是走走走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 这种人 我还经常说 我说咱们就去看日出 四点钟起来走 对 这种人我觉得是能 一下就举手 给情绪价值给老满了 情绪价值拉满 嗯 而且我觉得康康的情绪价值 拉得也很满 我会那个滑冰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滑冰是很孤独的项目 你是专业的吗 不是 我就是从小就滑 我就喜欢这个运动 然后滑冰出去 就很自由 很快乐 感觉因为我也不愿意走路 我就觉得是一个代步的好东西 然后滑冰 然后每次滑冰就自己 滑汉冰 对滑汉冰 出去刷街产 然后我就跟康康说 康康就说 太学了 他这真的学了 然后那天我们俩一起出去滑冰 就觉得好开心 就好 他真是 好快乐 嗯 梁颖康 嗯 你发现他明明在线 却不回复你的消息 我就会直接问 我也会 你会生气吗 我会直接问 就哪怕吧 你们在一个共同的群里 他在那群里回想一些 对 也说的是你们这个事 对 我都觉得不高兴 不高兴 那我会在那群里说 你回群不回我 对 我就会直接说 原先有一个那个在线功能 大家刚开始没开没关 然后我就会看到每个人在线 然后我就会发 在线不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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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真的黏人 哈哈哈 也不是 但是我就偶尔如果有几天没联系 我因为我总会看那个我们聊天 就是不是有查聊天记录的日期吗 有一天是灰的 对 我跟我之前朋友就是说 打卡就是说 怎么保持我们以后的友情 然后我们就说 每天给对方发一个什么 不管发什么就发一个 这样就养成一个习惯就能 就不结束这段友情 不说话就结束了吗 就是很容易 就是你怕你干自己的事 或者怕别的有 就没联系 就怕会 就很长时间不见面 又没有共同话题了 然后就每天发 然后后来就真的养成习惯了 我是那种会经常想起来好 我就有一个朋友 好久没联系了 我就立刻发个微信 在干什么 但我现在关系比较好 都是那种 天天发的 总能总发 总发 就总分享现在在干嘛 你也是 我是 但我后来发现一个事给讲 分享给太多人 就讲好多遍 对 就反而麻烦 对 我一般就是会复制 对 那我也不会 我就是 我分享都是这种 随便拍一张 然后就发过去 随便拍一张 他是啥都分享 对我啥都分享 咱俩都是有事才分享 但我还不分享事 我就分享今天 吃这个特好吃 然后这个挺好玩 那什么 有太阳 就是特别无聊的一些事 然后我发 我也不求他回复我什么的 多人局聚会后 他发的朋友圈 九宫格里 没有和你的单独合照 我也接受不了 单独合照要 不是 就比如说你们八个人聚会 你们九个人聚会 他跟其他八个人 就他 算你十个人 他跟其他人全有单独合照 就跟你没有 那这人干啥 要我跟他 跟吹吹跟他玩 对 那受不了 这种我不行 但是如果说他都是要么自拍 要么就是大合影 那无所谓 那可以 但这种我不会当面生气 我就会心里觉得 会心里难受一下吧 这怎么这样呢 说出来好像觉得有点小气 但是就是会那种 但我觉得也不是小气 那就是 不得劲 不得劲 那你俩那天就是没照呢 他跟别人全照了 那咋就不跟我照呢 对不 那也不合理 你看咱三个这还照个笑 对呀 我还就跟拍拍 对呀 我俩拍完没带你 对 那么就故意了 对呀 那么难受死了 送礼物 你送礼物还不是这个送博呀 哇 这是水壶吧 给你们摆在这 这是你去环球买的 对 我家有好多 挑了一个 最不喜欢的 开玩笑 挑一个小国王送给你们 行 他纯摆件 就是摆件 他好能打 他是水壶吧 不是 他是个摆件 他是水壶吗 他不是水壶 他是装爆米花的 我不知道你们打开 反正我们家好多 但是这挑一个送给你们 谢谢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 是那个 生海 这是他们的周边 公司送我们的周边 都买不到说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也有 就是周边是吧 你也有 你们看过吗 生海 看了 我还唱歌呢 我还唱歌呢 我最喜欢 我觉得生海特别好看 咱这还不错呢 不错 很有感觉 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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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一面墙很不错 很不错 人很多 有的时候就两个人爱的语言不一样也很 什么叫爱的语言 就是你觉得这样是爱 你觉得你需要每天 起码文字上或者语言上 咱们要亲密 他可能觉得不是 你一定要跟这种人在一起 那就一定日后会有问题 我觉得 就是我发现就是比如说 相处不管是朋友还是爱情 就是最最开始 会觉得跟这个人有那么一点点的矛盾 日后一定会因为这件事放大 你们就会因为这种事情 不开心 吵架或者怎么样 就是不在一起玩 我刚才搞得一样的东西 我回避型吗 我跟你说 出现问题回避 不是回避问题 是 回避亲密关系 对 我给你查查 回避型 那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回避 稍微回避一点吧 可能 回避型是 对亲密关系保持消极态度 那我也消极态度 就是对自己失去信心 内心界限感强烈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 那个执行不坚决 就坚决不执行 就是我非常害怕别人迁就我 但你可以赔 对 就我可以赔你干你想干的事 但这个赔这个字 我也很不喜欢 对 我觉得 什么叫你陪我 你不想见我吗 对啊 什么叫你陪我 我不也在陪你吗 仿佛我是一个欲求不满的 一直需要人陪的 而你是一个波容前来的一个人 那你会跟 如果你有另一半 你会跟他这么说吗 那你愿意再说 他其实比较 动感 对 随便 对 你说啥这个字眼我不挑 就是每个人表达方式不一样 但我不会说 会特别敏感 在于说你说陪还是找还是见 这个事永远不会说出来的 就是你只是放在心里 那这种我真是 如果我谈得下 他总是把事情放在心里的话 我就受不了这样的事 我特别害怕别人记恨我 就是咱们俩如果说没事了 就是真的没事了 对 你日后千万别再跟我 不要再提起了 不要再提起了 这件事 因为当时如果他突然间说了之前这件什么事 我会说 那这不过去了吗 你当时是不是说没事 对 那就千万别跟我再说了 是不是没事 他都说是没事 那就别再提了 他通常因为大家出于礼貌 肯定要说没事 可也不没有这个礼貌吗 学琴 学琴没事吧 那我又是有事 那肯定有事 不是故意的 我现在是这样 我以前会说没事 但我现在逐渐对有一些事情 我心里这坎没过去 我就会直说 你咋直说 就是有一个real talk的环节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real talk就是说真话 就不许说假话 说真话的过程中不要生气 然后咱们就讨论这件事 你既然允许了人家说真心的 打心底里会为什么什么不开心 那你就要接受这个 我接受不了 我觉得很尴尬 我觉得很容易说不了场 你别全说 那倒还是吗 不挑伤人的说 只是说我真心的想法 对嘛 你别说伤人的呗 而且我觉得能这样说 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对 但如果是关系特别好的 我就觉得 憋心里反而不好 嗯 那我就说出来 嗯 这管事那有一个拍例子吧 别拿了点 支持 支持 支持嘉宾了 现在开始 来 我拿着 嗯 我在吗 你在 应该是看这就都在 对 大上不上 真来不少人 嗯 一百多人了 半两年了 行的呢 可以 哪天是你们最开心的一天 嗯 很多开心的一天 我之前站在车屋 那洗小房隔板就到这儿 原来上面是露的 远处什么是摄像大哥 你应该看不到吧 像我远点呢 你说还注意梅干吗 但出水服容易呀 我老小心了 那马上进组了 这是谁呀 陈小栋 方便透露吗 播的时候我是应该已的 嗯 哎呦妈 昨晚我们一个人被抓起来 做人体实验 我有两个朋友舍命救我 贼管逃出来 上来贼成阴谋 我小时候跟我妈去买肉 丢了一把刀 说你要耳朵自己拿吧 他老害怕了 人一旦到了某个人生阶段 就会开始干一些 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看那个同弟内经 我们现在都研究这个了 说有人不能总喝酒 他不是让你伤心 他让你伤心 他说我心坛里了 我们有一个有情测试 多人局聚会后 他 干啥呀 我跟他跟推特跟他玩 但是他们在线 却不回复你的消息 然后我就会发 在线不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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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保持我们以后的友情 然后比如说 你是真的黏人 哎呀 哎呀 有费劲的 我想喝点豆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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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畏惧了 没事 真的 我爱干这种 很有意思 有败掉了 咱们还是跟那个吧 嗯 通常二十转都是两口的 塞气学习的时候 顾得好 正好 不吵架充满的 你嫂子 哎呀 难怪最近开演奏会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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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了唱上他们给我绕进去了 怎么起他都能唱上去 一定有女观众 打门贼高 越唱越高 对对对对 没法进行了 挺有意思 整个那种胖跳的 哎呀 我那把自己跳倒了 不用怕我跳大动作 你就比我小动作 放点小来小去的 下午请你去 你要去的就学习秀场 行啊 那哪来个双人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里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春暖花开毛雪旺 2024年春天季的活动也来啦 没错 毛雪旺和微博联合发起了 毛雪旺之家暴改挑战活动 现在大家可以尽情发挥想象 把想要装扮的事物都放进毛雪旺之家 并带毛雪旺之家暴改挑战 和毛雪旺双话题发微博即可参与活动 是的 不管是文字图片还是视频 都可以通通分享出来 希望在毛雪旺之家的大电视上 多多看到大家发布的有趣内容哦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吧 挺好 正好 我这个就放在这儿 都放上 行 这个角落已经装扮好了 大家一起来报改毛雪旺之家吧